9月23日上午,在网络上有中国最美男人之称的演员邹开云先生吴希蒙整形医院,出席其个人微整形新闻发布会。 据悉,邹开云在首部中韩现代爱情电影《花屋》中饰演的男女一号,并与韩国人气巨星李永勋跨国合作。 邹开云在片中有不少反穿大尺度裸系,但他自认是一个传统的人,在他看来裸系是一种唯美而非激情。 对啊,我就是,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,有很多人说你演这个,你就是经常男扮女装,你还传统啊,大家不相信,但我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。 因为我们这里,其实我们戏有很多部分的裸系,这个不是激情也不是那个,就很唯美的裸系。 我的裸系是给我们这个的,就练功不是吗,就续情演员练功,然后出来看大家要洗澡,在澡堂子里面。 然后跟我一起对戏的时候,我们上海经济院的当家小生,好帅。 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,我们请了一些群众演员,就是军官,这部队的这种叫什么,军人来演。 然后他们都脱光了,就等我一个人,我一直进不去,因为对我来讲,感觉,就有那种感觉像被强奸那种感觉。 我十四岁之前没有穿过短袖,经常比如说我妈妈就在吃饭的时候,我妈妈还在洗衣服,那我爸爸就经常骂我,她说,看,就洗你的衣服。 因为我爸爸跟我弟弟都自己,比如说短袖啊,短裤啊,都自己洗澡,就随便把汗水弄一下就OK了,那只有洗我的衣服。 所以我的思想特别传统。 那我们这里面有像,还有那个裸体千夫,我们四个,就这个戏里面三个男主角,一个女主角,其实三个男主角都有裸系。 就是只有我们理由小姐她没有任何裸系,对。 谢谢。 谢谢。 。